不過在這一次黃仁勳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還有特別提到 他公開講 台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 讓不少對岸的網友建勳 他們覺得非常的不滿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在秀出的這個世界地圖當中 其實台灣跟包括日本 韓國 歐美的顏色都是綠色的 不過中國大陸在這一次是灰色的 其實昨天晚上的 黃仁勳的整個演講 第一張圖就是 台灣在中間 那裡面有旁邊很多致敷明 那張圖其實大部分的網友 是比較關心那個的 但是對岸的網友 比較關心的是這一張圖 這張圖叫做螢光綠 為什麼螢光綠 就是灰達它的切色就是螢光綠 有AI的國家 跟沒有AI的國家或地區 就造成這樣的一個地圖 其實中間便沒有秀很長 大概只有大概十幾秒 但是我當下我就覺得 這張圖要出事 果然今天就是拿來討論 就有AI的就是綠色 沒有AI的就是沒有顏色這樣子 那其中中國大陸沒有顏色 北韓也沒有顏色 俄羅斯也沒有顏色 非洲也沒有顏色 所以中國大陸的網友 一看就會覺得 怎麼了嗎 這是辱華 但是這是其一 就是怎麼可以說我中國大陸 沒有AI 那其二 中國大陸顏色跟台灣顏色不一樣 這是到底是怎樣 你一定要這樣子做這樣的區隔嗎 就踩雷了 但其實我覺得不用解讀的太嚴重 因為這畢竟是科技的事情 科技沒有什麼國界 這是其一 其二是大陸網友他自己也知道 我中國大陸就是做不出來 揮答這麼好的晶片 所以彼此摸摸也就算了 把自己的晶片實力 認真突破比較重要 好 這個叫做是不是又辱華了 我覺得不用太去做政治的聯想 那反而大家可以認真地去討論的是什麼 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有沒有認真地奮起 因為被掐脖子之後 現在到底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來認真地來study一下 華為之前半年 橫空出示它的MAT60 對 他在去年推的時候 大家也覺得不得了 在美國抵制之下 還可以做出這樣的一個智慧手機 是不是已經突破美國的封鎖 而且打開來一看 裡面有7奈米的這個晶片 大家就會說哇 surprise 那經過了半年之後 當台今天要跨入2奈米 量產的時候 華為是不是有進步了 抱歉 沒有 華為有一個常務董事 只有好處來說 我們目前要解決7奈米 要把它弄好就已經非常好了 5奈米 3奈米 可以說不要再笑想 這不知道是說了這個誠實大白話 還是他另有所圖要隱藏實力 這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 但是他真的就出來講說 目前華為7奈米 能夠把它顧好就好了 所以肯定是做不出5奈米 甚至是3奈米的技術更不用想了 對 那他有可能在鴨子滑水 不知道是哪一個 但他講的這個話 讓大家有點嚇一跳 就等於這半年 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是沒有進步了嗎 所以這讓大家嚇一跳的事情 然後美國的半導體就說 到2032年 中國生產的28%的10%以下的晶片 是10奈米以下的 10奈米以下 但這等於什麼意思 等於這未來8年 中國大陸的先進製程 是沒有任何進步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 對中國大陸很怎麼講 看衰的一個預測 先進製程只有2% 2% 現在我們講先進製程 那是5奈米以下 但台積電已經跟大家講了 未來要進入到I米的世代 就是1奈米以下就叫做I米 所以說這些事 中國大陸他可能做不出來 這是美國半導體協會所預估的 那最近還有一件事情 也是震驚上海的一個半導體業 為什麼呢 就是上海有個叫做 無生半導體被強制清算 這個無生半導體 過去可以說是非常神秘的一個單位 他在2020年的時候 橫空出世 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突然有個叫做無生半導體 然後我的資本額是100億人民幣 然後我要投資30億美元 就1000億台幣左右做IDM計畫 隔年2021年又說我要做一個上海的一個場 所以這些投資金額大概是1000億台幣 這麼多 結果4年過去的沒有做出來就算了 反而被清算 這是這幾天發生的事情 所以指紋樓梯想 然後忽然就被清算了 講得難聽一點都半導體的 這個什麼爛尾樓 最近又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那最近的中國大陸 我們也來了解一下 他的獨角獸的情況怎麼樣好了 獨角獸可以講說是一個國家 他的新創力 有沒有好的一個代表 什麼叫獨角獸 我跟大家定義一下 就是他成立10年以內 他的估值有10億美元以上 但是沒有上市櫃的公司 就是說他未來很有潛力的公司 很有潛力 對 對 好 所以根據胡潤排行榜來講 全球獨角獸公司只有多少 1453家 美國大概占一半 中國占三分之一 但是中國大陸最近的獨角獸 越來越少支 不知道是缺氧了 就餓死了 這可能是中美貿易戰之後 資金比較不喜歡中國大陸 所以慢慢撤出 所以導致於當地的獨角獸 就越來越稀有 過去曾經就是 中國大陸被視為是獨角獸的臥土 他們有很多的這些新創公司 但是現在的情況 已經是大不如前了 我們要請教建勳 到底實際上 中國大陸現在經濟狀況如何 我們知道當地 年輕人的失業率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人說找不到工作 來當直播主 直播主真的有這麼好賺 他們真的有賺到錢嗎 我們這一拍來講一個 中國大陸的一些奇聞意識 就是說現在 大家網路上的人 網路上年輕人都去怎麼樣 直播新國 以前只有邵康中心 現在是做直播救國家 現在中國大陸大概是這樣子 中國大陸的人口大概就十幾億 但是短影的帳號有15.5億個 所以一個年輕人 大概就只有兩到三個的直播帳號 但是收入都非常的少 95%的收入不到2萬塊台幣 這要怎麼火 所以我們講說八二法則 就80%的獲利 80%做短影音的獲利 都被2%的人拿走了 最近中國大陸有一個短影音 有出現一個奇蹟 叫做郭友才 這個雖然台灣沒什麼人知道 但是在大陸的影音圈很熱 他是在山東前面直播 他看起來就是一個比較底層的人 在車站前面用得很陽春的設備 唱著李懿君過去二三十年的諾言 因為他反差有點大 就看得出他唱的並沒有很好 外型沒有很討喜 但是他就很認真的唱 大烈日底下穿著西裝給你唱 這樣唱每天圈粉100萬人 10天圈粉1000萬人 所以還滿多人喜歡的 對 一天收入最高人比380萬 這都是為什麼很多 中國大陸年輕人前樸後繼 就是說1萬個人裡面 或10萬個人裡面 有一個他就夠了 就是他們的一個做夢 這次做夢行情 這種情況 但是也有些亂象 譬如說最近有一個叫 新名詞叫雨稀 雨稀是什麼意思 語言的雨稀 ABC的C 這個C叫Cosplay的意思 語文上的Cosplay 就好像假設你是雨稀師 他們叫雨稀直播主或雨稀師 可能是雨稀師 我們就覺得冬季練歌好棒棒 我們就一起來演冬季練歌 當然冬季練歌都透露我們的年紀 現在當然不是講冬季練歌 會講這種二次元的或漫畫化的 這種語言都是很新的漫畫 這兩三年的 這樣子的一個交易 會造成很多什麼 可能有造成色情 或者是騙財騙色的情況 這大陸最近要整頓 大陸最近什麼在漲價 窮人三寶在漲價 當地窮人三寶是哪三寶 泡麵我可以理解 汽水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汽水喝了就會飽 第三個就是榨菜 榨菜 榨菜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我喜歡吃榨菜 榨菜就是吃得很鹹 可以配很多飯 泡麵榨菜跟可口可樂 就是窮人三煎湯 窮人三煎湯 這種泡菜從 講錯了這個是榨菜 榨菜從過去14年來 漲幅大概有6倍 直追防地牆 榨菜的漲幅這麼驚人 對 最後我們再來花一點時間講 中國大陸中小學 最近有一股歪風叫做養臭水 其實我在講這一趴之前 我很怕我們台灣的小朋友 也被傳染了你知道嗎 好 我簡單來講養臭水就是 小朋友不懂事 國中國小 一瓶水裡面 我加入什麼蜘蛛 蟑螂 螞蟻 老鼠尾巴 任何你想得到的東西 蜈蚣自己把它放進去了 然後任其發酵 可能7天10天發酵 對 你要加糖果加珍奶都可以 所以你要加什麼 那裡面就發酵 它的氣體就越來越膨脹 然後小朋友就很惡劣的 把它放在老師的講桌底下 把它放在路上 然後終於有一天 砰的時候 老師被炸到滿臉 路人被炸到滿臉 因為它裡面發酵很多天 所以它就是久了之後 它有可能會有爆開的情況 它會自然的爆開 因為它的發酵氣流變很大 所以最近 他們也要整頓這件事情 所以跟各位家長講 小朋友千萬不要學好不好 小朋友如果有這種現象 一定要特別注意 日本的加密貨幣 是被駭客入侵了 整個價值高達了台幣 大概是100億的比特幣被盜 建勳這其實凸顯的 比特幣真的是炙手可熱 它的價格還有機會再創高嗎 好 你剛才講到 日本最近出現一個大事 就是比特幣 被盜了大概100億 台幣這麼多 它也只是史上 大概第七大的 被駭客的攻擊 第七大而已 這就是一個無聲的搶案 100億就這樣突然蒸發不見 而且搞不好很難查 這表示什麼 你剛才講得對 比特幣現在很夯 夯到什麼程度 我們來看左邊這張表 現在從一路飆到快7萬美元 就一路橫在6萬9附近 為什麼突然從今年開始 這個等於漢地拔從 突然這樣漲 主要這是因為 美國的證管會把ETF的比特幣 讓他可以掛牌 這等於說 一般的民眾不用真的去挖礦 我買ETF就可以了 這代表了美國政府 我認同你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可以監管 所以我讓你掛牌 所以很多的錢就開始進ETF ETF就買比特幣 比特幣就越來越貴 這個正循環 一路飆到了這樣子的情況 最近川普一直想辦法幫他加溫 川普加溫他講了兩句話 他說第一個 我們美國的比特幣不能輸 我們要加強加密貨幣 第二個他講的一句重點是什麼 我歡迎加密貨幣來贊助我的競選 經費 所以他贊成加密貨幣的態度 就非常的顯而易見了 所以我覺得短期之內 你要突破7萬我覺得不太容易 但是如果到了年底 川普看起來是勝券在握的時候 這時候比特幣再往上 我覺得就很有機會 就是說川普如果是勝選的話 對比特幣的走勢 是相對比較有利的 對 我要講比特幣的價格 其實就很吃氣氛 很吃這個市場的氣氛 過去比特幣的價格 跟黃金是反向 但今年是走正向 大家就想說